欢迎来到我的家 关于我家的故事要从2020年8月说起 我们幸运地拍到了心仪的地 那时候上面还有一栋旧房子 但我们已经可以想象到我们的新家有多美了 这个呢是我在奥克兰住的第5个家 除了刚来的时候和上一个是租的 其他都是我老公的团队建造的 那在这期间他也建造了很多其他的房子 到现在这个非常有设计感的现代风格的家 感觉在一步步升级打怪 是不断的完善技术和审美后的作品 我们在口罩期间建造的这个家 很多不确定性 光是等图值审批就等了有大半年 期间呢我老公也有把地卖掉 直接买一套房子住的打算 不过呢都被我积极否定了 也辛苦他一步步战胜困难 才有了今天这条视频 我们家的整体呢就是一个简约风 我还想家里空一幕的感觉 就让人觉得非常的舒适 房子总共有6个房间 包括4个卧室 主卧我的衣橱设计的时候 我就是要求要够大 结果后来直播成为我的职业 租个工作室都不够放我的衣服 但是呢我这个衣橱里满满当当的 都是我的心头好 喜欢这个阳台 虽然利用率非常不高 但是躺床上的时候 一抬头看到天上的云 还是觉得内心很安静 两个女儿的房间 是基本上对称的设计 一面墙的储物空间 就是为了让房间看起来简洁 书桌实在是没办法 堆满了他们喜欢的东西 另一个是客户 一般是两家父母来了以后住的 还有一个书房 一个影音室 从画图开始呢 我围绕了两个诉求 除了衣橱要够大 还有就是储物空间一定要够足 比如我家的厨房 看起来干净整洁 完全是因为目光所及 都是抽屉和柜子 连冰箱洗碗机都是藏起来的 这样做就是看起来会干净 但又能满足生活所需 开放式厨房其实是为了好看 像这个电磁炉除了用来煮过几次泡面 基本上没用过 最常用的还是这边的中式小厨房 中国人饮食文化 呛炒油烟避免不了 所以它还是很实用的 客厅部分的人字纹石木地板 也是我要求的 真的是比普通地板耐看很多 我们家因为都是定制贵 所以在家具上几乎没有太多买新的 除了这个B&B的豆腐块沙发 应该算是冷门款 布料我选的是有点编制纹理的米灰色 是比较温暖的中性色 和地板厨房都是蛮搭的 餐厅的餐桌也是选了好久 才选了这款B&B的 不落俗套又有点艺术感的黑色餐桌 这个家的建筑成本里 玻璃算是大头 你们看到整个一楼 几乎是没有什么大白墙的 餐厅部分的门是可以全部打开的 夏天的时候呢 室内外连通就更加通透 楼梯是镂空加石木的 也是我家的一个亮点 晚上呢会把楼梯的灯打开 也是很有氛围 楼上的小客厅本来有一个长沙发 后来搬去我的工作室了 我就买了两个这种胖墩墩 两个小朋友一人一个 然后坐在上面看书 他们也觉得很舒服 我们搬进来以后 经历了两次奥克兰百年不遇的大雨 还有飓风 算是经历了严苛的检验 也让我们坐在家里 看着外面狂风暴雨的时候呢 心里多了一份温暖 住进来快要两年了 越来越享受待在家里 生活环境最大的变化 其实就来自于我喜欢的 绿植们的茁壮成长 如果喜欢看的话 我也会再录一期关于花园 还有我的植物们的分享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